Mapping 呢 就好像你做一个对应关系一样 做一个地图 OK 把它投射在什么地方的 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Mapping 那我们会介绍Conformer Mapping 就是代表有些Mapping本身不是Conformer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是从一个叫Z空间的 那我看一下你们课本 你们课本叫做Z Plan 好 那我们就说Z Plan吧 Z Plan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有个Z 本身是X再加上Y的这个 那我们在描述它呢 就是用一个X跟Y的坐标系统 X指的是它时速走 Y指的是它虚速走 当然我用这样表示 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示 OK 用极坐标的方式来表示 或支角坐标的方式表示都可以 然后呢我们重点是要透过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我们将这个呢整个转换到一个什么 W Plan OK W Plan它最重要就是由W来定义 W本身就是一个函数 也就是这个函数呢 事实上就是坐落在中间 它将你从这一边的 的每一个的状况呢 整个的投射 投影到另外一个方面去 所以投影过去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可以写成U加上IV 或者你可以把它写成为 大R exponential I 大Z的 关于怎么样表示都可以 那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画呢 就是这边有个U的横坐标 再加上一个V的实际上的 虚数的坐标 完全一样 我们只是希望这样的把它转过来 那什么叫做Conformal Mapping呢 Conformal Mapping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这边呢 有两个曲线 在S Plan上面 OK 比如说它在这边交叉 这个是C1的曲线 这是C2的曲线 那在这一点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画出两个切线出来 来表达这个地方呢 它的角度呢 我们叫做α 假设Mapping过去之后呢 它也变成两个不同的曲线 假设我把这个叫C1STOP 这个叫做C2STOP 那么呢 我也可以在交叉点的这个地方 画出一个 类似有个角落一样 那么 它告诉你 这个夹角也是α 只要你能够遵守这个的Mapping 我们就称之为Conformal Mapping 那Conformal Mapping呢 你看看 比如说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一定是 沿着这两条曲线啊 发散出去的 就是它角度的方向 转换过来呢 也是如此 在这两个曲线 发散出去的方向 叫做这个角度 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求这个角度的本身啊 要能够怎么样 Exactly一样的数字 OK 这个呢 我们就是为Conformal Mapping 那么在这里面 你怎么知道 一个Conformal Mapping呢 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FZ 假设它本身是一个 Analytic Function 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Mapping 只不过这个Mapping过去 是否是Conformal 就Dependent on 这个方向是本身的特性 OK 那 我们就呢 昨天就学到一个 第一个理论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FZ的本身呢 Is Analytic 那么这个时候的Mapping呢 就是Conformal Mapping OK 就是Conformal 但是 请你记住 FZ是Analytic 代表它在一个Domain里头 它是可解析的 假设在这边有个Domain 是可解析的 它转换过去之后 可能会变成一个 另外一个Domain 因为不同定义方式嘛 对不对 但是范围应该是 尽量一对一对应的 那么可能有些特殊的点 不能够称之为Conformal Mapping 它没有这个现象 Except 除了在这些点之外 其他地方都有这个特性 那这些点是什么点呢 你怎么知道 在这些点上面 它的一阶导数会是零 OK 假设有这种特性的 在这些地方上面 就是不连 不是Conformal 所以我们昨天一开始 介绍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Mapping 昨天介绍第一个 它是介绍说 FZ的本身 就等于Z的平方 那我们就发现了 假设呢 你把它想象成 它这边呢 XY在Z Plan上面 你有一个区域 比如说这块区域 这是X 这是Y 那么它就可以 透过这个呢 转换到什么 WPlan上面 它会变成什么样 我现在先随便画一下 它会转换到 这一边这个区域 不过我们仔细看哦 这个区域呢 相形是 是这两个同心圆 再加上这两条 发散的线 从哪边发散出来 从Z等于零的 这一点发散出来 那么这边这个角度呢 假设叫做α 假设叫做θ 那它Mapping过来之后呢 会相当于 这个同心圆 好像变成同心圆 只不过呢 这个角度呢 会变成两倍的θ 所以呢 它这边呢 夹角就变成两倍的θ 那你告诉我 对于 你看看 Z平方式 所有的地方都analytic 它没有不可解析的地方 但是它一旦Mapping完之后呢 对0的这一点而言 0的这一点 好像这两条出去的线 它当中的假角呢 会从Zplane上面的θ 变成Wplane上面的2θ 有一样吗 有没有像这边要求一样 没有 所以呢 这个Mapping呢 在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conformal mapping 除了Z等于0的这一点 OK 它只是告诉你这样 好 我们做这些目的是干嘛 当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数学游戏 反正转来转去很好玩嘛 对不对 但最重要一个目的是在于说 我们要解决一些问题啊 但有的问题真的是不简单 比如说 举个很简单的问题 OK 现在只是提出来 不告诉你怎么解决 你自己想想看 假设呢 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来计算一个 同轴电缆 A B 请计算我画斜线 这当中的电位是什么 这好不好算 很好算嘛 对不对 劈里啪就算完了 OK 各位也都会算了 普务就交过了 但是假设现在更进一步 我说这个电缆在做的时候啊 你能够做得到 刚好这两个是同心吗 做得到这么漂亮吗 假设可以 那很好 假设不行呢 你就是做出一个比较性格一点的 歪的 滑 这下怎么办 请问一下电位怎么分布 就歪这么一点 好不好算 这下完全不晓得该怎么算 你的解的问题 变得复杂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你都不晓得应当怎么样开始做 因为它不对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负便就派上用场 假设这边是很复杂的 我可以转换过去之后呢 想办法找到一个转换 让它变成简单的 比如这边不对称 我转换过去就变对称啊 假设可以这样子 我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解决完再把它转换回来就好了 所以问题是 到底有什么样的转换我可以用 什么样的转换呢 能够让我的物理本身的特性 方程式 转换过去之后还是可以用 你不要说转换过去之后 我的方程式整个都变了 遵守的规则也都变了 那不是鸡飞狗跳吗 我当然希望转换过去啊 我遵守的规则还是一样 只不过变得很好解而已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那在我们目前呢 只是告诉你 它如何转换 有哪些特性 OK 那你希望转换过去的物理特性 还可以用的 我们就发现 conformal mapping 是属于这种我们需要 OK 那当然了 你真正的问题是 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转换 可以让你转换过去 变成很好解 假设找不到这个转换 你能不能自己建构出一个转换出来呢 能够让它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假设可以 那复杂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哦 对不对 这当然是我们很希望的 好 OK 好 所以呢 昨天呢 介绍了Z平方的这个转换 而且它还有怎么样 还有一个 假设在这个地方 是个vertical line 是个直线 那转换过去之后呢 变成什么样 变成一个抛物线 假设是一条水平线 转换过去之后呢 变成一个抛物线 只是方向不一样而已 OK 所以呢 它告诉你 直线过去变成抛物线 一个小方块 假设是夹角 过去就变成两倍夹角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转换 OK 之后我们又介绍了几个转换 对不对 我们介绍了什么样的转换 我们介绍了 这个是Z的平方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又介绍一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 它等于Z再加上Z分之一 所以这个转换会做什么事情 它会将你这个地方啊 Z plane 上面的圆圈圈呢 这要大于1 比如说这个是2 OK 不管它 它就可以转换成为什么样 W plane 上面的什么东西 它就可以这样子转换哦 假设你圆圈圈的 刚好等于1 1 它就会相当于怎么样 在两个点当中转换 在一条线中间转换 这条线是多少 1带进去会是怎么样 假设1带进去的话 这一个会变成为 A就R1加上1分之一 就变成2了 我记得是2吧 随便啊 我们就画两点 它会变成在这边来回跑 虽然说这个呢 我们知道一些 这一看就知道Z等于0的地方发散 它根本就不对 对不对 所以Z等于0的地方呢 就很麻烦 我们还没有讨论到那一点 但是起码在Z等于0之外 你发觉 当Z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半径是等于1的时候呢 它会在两个点当中来回跑 这两个点呢并不是conform 比如说以这一点来讲 圆圈圈的这一点 这一点呢就相当于 你从这个地方沿着曲线来画的话 就好像有两个箭头往外发射出去 当中夹角度啊 180度 但这一点呢 对应于这一点 这一点呢就相当于两条线 沿着路径发散 一个朝前 另外一个也只好朝前 因为它就在这边前前后后 只有这两个夹角度啊 等于0 0的180度 根本就不一样 但是假设是画叉叉的这一点呢 它刚好在这个地方 这一边就相当于两条线 好像切线 从这边发散出去 一条朝右 一条朝左 一条朝左 一条朝右 中间的夹角呢 180度 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如此 相当于一条线 朝右 把朝左 一条线朝右发散出去 中间的夹角 也是180度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 当半径是1的时候呢 只有在怎么样 这个点 以及这个点 它本身不是conformal mapping 其他全部都是conformal mapping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们昨天讲 然后昨天又介绍了一个 我们没有算完 我们今天要持续地把它算完 它是讲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写在这边 W呢 等于exponential z 我们晓得exponential的本身 它各个地方都可解析 它并没有什么不可解析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开始 把它整个的对应关系 也把它做出来 让大家知道 它是怎么样的对应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 想办法来解一下了 好 比如说我们的exponential z 就是等于y 对不对 所以就相当于呢 这个的转换呢 你将它从z plan 你描述它每一点是x跟y 然后经过这个转换之后呢 转换到隔壁 这边来 这边来 变成r 到r 跟f ok 好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一下 假设对一个vertical line而已 vertical line是指什么 直线嘛 直线就是x走势固定的 假设x等于x0 它等于一个constant 那y呢 任意吧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vertical呢 就相当于我们有一个 x y 假设有一条线是在这边好了 假设这边是1 这是vertical x等于1 也就x0是等于1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转换到 这边是什么 z plane嘛 转换到w plane来 w plane怎么转换呢 w plane 你的大r会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x0 exponential x 但现在x等于一个常数嘛 对不对 就变exponential x0 本身也是常数哦 对不对 那大v大会等于什么 它等于y嘛 any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指着是这样 u v 我们会用这种r exponential if的 也就是用极坐标的形式来表现 所以大r代表就是它的半径 它半径告诉你 它是等于固定 等于多少 exponential 假设这1 那么就是exponential本身的意思 假设这个就是exponential 那么它会得到一个r 那v大呢 any any 那就是水里变啊 那我是对应出一个 圆啊 对不对 我立刻就对应出一个圆啊 那我来看看 这一点 可以对应到那一边的谁 这一点呢 在这个z坐标呢 是1 0 所以1带进去 得到的是1 当然了 exponential一次方 就是exponential 0带进去 角度就等于0 对不对 角度就等于0 那当然指的就是这一点 好 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一点呢 对应到那边 假设上面有一点 假设这一点是x等于1 y等于 三分之π好了 60度 那是不是r还是一样 exponential1 那就是exponential θ要等于y y是等于三分之π 三分之π就是 大概在这个地方 你会得到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就对应到这边 对不对 随着你这个一路上升 y的数值可以增加 但是因为x都不变 所以半径不变 它就从这边这样一直绕 一直绕一直绕 所以这个地方往上 就代表这个地方是逆时中的旋转 好 这个地方往下呢 假设我找另外一点 是三角形 它是1-3分之π 那么1呢 就代表半径是等于1 那么再转换过去 z-planetal x-planetal 一次方就等于x-planetal 所以上面已经画一圈了 角度要等于负了三分之π 所以呢 它会变成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往下 我把它换成为蓝色的 一直的增加下去 就相当于我沿着这个轨迹啊 逆时针呢 这样划过来 OK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 你将这条线 转换成为一个圈圈 圈圈 OK 好 那这个是vertical line 那horizontal line会怎么样呢 水平线会怎么样 那我们就照样来做一次了 我是我们就像这条线 就算了 好 我 那这个是 我 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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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Horizontal line指的是横的 所以横的的意思就是 Y等于某一个固定的数值 X呢 Any 在Z plane上面呢 它告诉我们是 X等于Any Y呢 等于Y0 等于某一个Constant 所以这样弄过来 就像当W plane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R Explanential X 就变成Explanential的Any次方 对不对 任何一个次方 所以它本身是随着X值在变的 Fida呢 大Fida呢 大Fida会等于Y 现在Y等于Y0 Fida等于Fida0 本身也是个常数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来画个对应关系 在这边X Y 假设我有一条线在上面 假设这边是1 那就代表这个点是什么 这个点是X等于0 Y等于1的点 X等于0 Y等于1 那我们计算在这边 那我们计算在这边 0 1 转换成为怎么样 到R呢 到R就变成Explanential一次方 就是Explanential Fida呢 就跟Y有关 Y等于1嘛 Fida永远等于1 好 再来呢 所以这个是这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边呢 就开始把它画出来 R等于Explanential Thida等于1 1是多少 1是3.1 是16的三分之一 多一点 对不对 就一个π 是180度 所以它大概比60度多一点 OK 所以呢 大概是在 这个方向吧 我先随便画一条 guide line一下 OK 那么它半径是Explanential Explanential大概在这边 所以呢 它大概在这 这个角度呢 等于1 OK 我不是写度哦 是写1 或者你把它当作 1π分之1 乘上180度也可以 反正它就是1 OK 好 再来呢 我们往正的方向跑 假设我跑到这一点 这一点叫画叉叉 假设这个地方是 X是等于什么 X是等于任意一个数字 等于2好了 Y呢 还是等于1 所以这样画起来的结果呢 记住这个半径呢 在这个地方是等于Explanential 这个呢 Explanential一次方 那么在等于2 2带进来Explanential 2 那就很大咯 那就变成在这个地方 OK Theta呢 还是一样等于Y0 所以不变 所以它就跑来这个地方 所以越往无穷大跑 它就跑了越远 所以呢 当我们往这边延伸过去 就像它一条线是从这边这样延伸过去 OK 其实点呢 在这一点 往负向呢 负向 假设我跑到这边 这边是 也是2好了 所以是不是 负2 1 所以负2带进去 Explanential的 多少 负2四方 就负2四方 所以当你越往这边跑越多 就代表Explanential 几次方的越大的导数 那越靠近0 所以它会从这边啊 B进到 0 所以这条线 立刻就被转换成为 怎么样 这一条发散的线 往正向增加了 相当于从Explanential的地方的 这个半径呢 往 无穷远处跑 往右侧 往左侧 负的 增加的 相当于就往0跑 当你这边左边 跑到负穷大的时候呢 这条线的对应点 就在0的这一点 OK 它就是这样子 所以随着歪的不一样 你所建构出来的 线的斜率就不一样 角度就不一样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晓得 它是怎么对应了 好 那假设我们现在来 对应一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状况 OK A belt 一个带状的 一个belt OK 先 先等一下 先做一个方形的 Rectangular OK 也就是说我们在Zplan上面呢 是这样子的 我先把图画在这边 假设这块是我感兴趣的 这边是0.5 Y等于1 这边0 X等于1 这一点叫做A B C D 请问一下 当你转换过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 OK OK 这个呢 四方体 事实上就是前面讲的 横的线 跟垂直的线的一个组合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组合 然后包住的面积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它是不是相当于两条垂直的线 第一个AD 第二个BC 对不对 那垂直的线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垂直的线 对应的是一个圆的 圆形点 在轴上面的点 就相当于在 在这边 OK 在十轴上的点 往上就代表逆时钟跑 往下就代表顺时钟跑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画出两条线 像AD ADX的交叉点是什么 0嘛 那么R会点Exponential的0次方 那就是1啦 就相当于AD会画出一个圆圈圈的半径是1的 1 OK 所以它从这边出发 A在哪边 0.5 Y等于0.5 也就θ要等于0.5 增加到θ等于1 θ等于0.5是多少 0.5大概3.1 是6分之1 不到 所以角度比较小 它大概是在 是在这边 OK 所以这个角度呢 0.5 抱歉 这边是大的体档 它转到1 1是多少 就相当于这边 刚好比60度多一点点 OK OK 它相当于这样 所以A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一点呢 就是D 所以我们第一条线对应出来了 AD 对不对 好 BC呢 BCX是等于1 X等于1 就代表我半径是 Exponential的一次方 所以我会得到另外一个圆 半径比较大一点 类似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我叫FullExponential 好 好 然后呢 同时一样 B到C B的位置就相当于这个角度 C的位置就相当于这个角度 所以呢 我们很快呢 就找到对应关系 这个是B 这个是C OK 那么横坐标呢 横的线 A B 就相当于一个发散的线 就你发觉 AB指的就是这一段 CD指的就是这一段 所以呢 你相当于将这个形状 这个Mapping到右边的 你将Z plane上面一个四方体的形状 Mapping到W plane上面的一个扇形的形状 对不对 非常直觉就可以看得到 假设 我们现在指的是一个ABILT 一个带状 在Z plane上面呢 看到的相当于这样 相当于这个带状 它高度呢 在Y轴上切到Y X呢 可以从负雄大 一直延伸到正五的无雄大 都可以 那 这个线呢 我们可以看底部的线 跟上面的这条线 它会转换成为 我们的W plane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们晓得 横的线 都变成一个放射状的线 对不对 所以呢 假设这个叫做0 这个叫O 这无穷大叫做A 这边叫做B 这个呢 C 这个叫D 这个叫做F 那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了 0的这一点 这条横的 横的是Y等于0的地方的 这条线 横的坐标 Y等于0 Y要是等于0 就代表Theta等于0 对不对 Theta等于0 那就是横走 那R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R是跟X有关系的 那在这条线上 X可以从0增加到无穷大 X等于0 X等于0 那时候代进去 就变成Explanetial 0次方 就变成1了 所以C 0的这一点 就变成这边的1 这一点就是O的点 O 然后我这边往这边走 走到无穷大 无穷大的意思就是 R要变成什么 Explanetial无穷大 对不对 那就是往这一边 一路过去的一条线 所以呢 O B B呢 在这个地方 O往A走 A进去局限于负的无穷大 就像Explanetial的负的无穷大 那当然就是0 所以呢 它会集中到 这个地方来 这个是A OK 所以你就得到这条线 然后这边就开始 渐渐增加了 什么增加 Y轴上的结局增加 增加到Pi的地方 Y轴增加 也就是X轴永远呢 是在镜向量移动 Y轴增加就代表 角度要增加到Y Y是什么 增加到180度 绕 绕到这边过来 所以就相当于怎么样 你这个地方啊 也有一个E E就是C的地方 然后呢 它往正的方向走 CF 那这个就会移动到 无穷远处 这个呢 往负的无穷远处 它就会集中到 D的位置 这两点 OK 其实是同样的圆点 但一个是A 一个是D 那这中间呢 就代表你一直增加的时候 角度一直的转变 最后面呢 你会画出啊 类似 这边有一个 特殊的班员 还有其他 所有的东西 那这里面 也有包括 你就得到个上半平面的面 对应于这条Belt OK 对应于这条Belt 那只是左边的这条Belt 对应于这个圈圈里面 所以我把它画成为 同样的斜线 右边的这个Belt 对应于这个圈圈 外围的空间 OK 这样子我们就把它 对应出来了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呢 很重要的Transformation 一开始 这个只是一个 简单的Equation 但这个Equation呢 很快的 我们就会在明天的晚上 发展到 它可以变化成 你要的形态 那这个就很重要 对不对 你要变成你要的东西嘛 OK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开始来讲 这个Section 谢谢 谢谢大家 也就是我们要把它从Z plane转换到W plane的时候 它运用了一个equation 是linear fractional的equation 什么叫做linear fractional 它指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有个function 可以写成为AZ加上B除以CZ加上D 其中我们要求A and A乘上D减掉B乘上C 绝对不可以等给你 这个叫做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OK 这个就是definition 给它一个名称 好 它有什么能耐 我们当然要先看看 我们说这个式子呢 假设它这个mapping 它是不是conformal mapping depends on它的导数会不会等于0 对不对 那我们先看看它有什么特性 第一个我们先把它取个导数 取个导数的意思就代表分母要平方 上面的它不动 V后面 这一V就变成成A 减掉 上面的不动 V下面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上面呢 我们做一下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第一项ACZ 减掉 这边第一项ACZ 哇 刚好杀掉了就没了 所以这边变成AD 减掉 什么东西 BC 除以 CZ 加上D的平方 也就是说 假设它要达成conformal mapping呢 我们的基本要求是 这个不能够等于0 假设你要让它不等于0 因为它要conformal 那么 AD减BC呢 一定要要求它不等于0 才能够达成这个效果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希望这个 这个mapping呢 它是conformal 那它到底是什么mapping ABCD分别是四个微素数 OK 四个参数 and the DR complex parameter 你可以决定ABCD是什么 这个变成不同的东西 好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假设 W等于Z 加上B 假设有个转换是这样 Z加上B 那你只是把原来的 再加上一个常数B而已啊 那只是把你所有的东西啊 假设B是时数 你就往时数shift 对不对 假设B是虚数 你就把所有的东西往垂直走 往上shift 假设B是个负数 就看看负数是哪边嘛 就往那边shift过去 所以这个只是个很简单 一个什么 translation而已 对不对 只是不同的translation depends on你的B是多少而已 OK 另外一个呢 A乘上Z A乘上Z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假设A是等于一个 A的绝对值呢 等于1 A的绝对值等于1 是什么意思 因为A可以是个负数 可以是个时数 假设是时数 1那就是1嘛 那就是自己啊 你完全不动啊 自己转换到自己 那就干脆不要转换嘛 对不对 但我A可不可以是负数 可以啊 可不可以是一个 纯虚数 也可以 所以会得到一个结果 相当于让它怎么样 去rotation 其实它的绝对值要等于1 所以有什么状况下面 它既不是时数 绝对值又是等于1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假设一个complex variable呢 你可以写成为 X再加上IZ IY 它的绝对值 就是指X平方 加Y平方的开根号 对不对 相当于半径嘛 它又等于1 就是我们这个意思 你可以说我只有X等于1 那Y等于0 那1的平方 在开根号还是1啊 就是刚刚讲的 不懂 或者是有什么办法 让它加起来等于1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你要这样子写也可以 或者写成Exponential IZ 假设这个R 就是这个加起来 一定要等于1 好 这边已经要求等于1了 剩下你任何改变 都改变到Z 所以就相当于你在旋转 OK 它的意思 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思 好 或者呢 它是等于什么 AZ 再加上B 它既旋转 又为你 Why not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linear transform transformation OK 它既 所以现在linear transformation 你比较了解的 它包含了旋转 包含了线性的 平移 这两个通通加起来 叫这个完整的 lineartransformation 或者它只是它其中一个特殊的 状况而已 这两个都是lineartransformation 假设你是1分之1的 这个是个什么 相反的 所以这个是inversion in unit circle OK 好 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 看完之后 我们就来run一下 完整的 这个lineartransformation 这剩下20分钟 希望今天时间够 不够的话 明天晚上 继续讲 好 好 似乎 那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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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分之一上次有没有做过 昨天有没有做过 有没有做过 有个z加上z分之一 但是没有做过z分之一单独一个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做一次 OK 我们呢 先做两个表示式 然后我们再看看 怎么样做过去 OK 第一个呢 Coordinate 在指标指标系统里面呢 你的z plan 你要转换成为w plan 你怎么写 z plan就是一个点就是z等于x再加上iy w plan呢 它等于fz fz就等于z分之一 那是不是就等于x再加上iy的分之一 然后你把有理化 有理化之后呢 它会变成怎么样 x平方 减掉y平方 减掉y平方 加的因为有i 上面是x 再加上i x平方 再加上y平方的y 减掉 减掉 加好负的写在这边 那这个 是不是在w平面就像u 再加上i v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呢 可以写成怎么样 x 除以x平方 再加上y平方 v呢 可以写成 负y 除以x平方 再加上y平方 也就在这个地方的任一个点x跟y 经过transformation之后 变成这样 对不对 好 或者是我们喜欢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怎么样 polar form来表示 polar form 好吧 这边是z plane 这边是w plane z plane的z呢 就用小r exponentiali i小θ来表示 那这个地方呢 w等于fz 它也等于z分之一 所以你摆进来的话 它会等于r exponentiali 1分之1 会等于r分之1 乘上exponentiali的负θ 那我们知道在大的 在polar form的w平面 可以写成 大r exponentiali 大θ 那么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这个转换会得到什么 大r 就等于r分之1 大θ 就等于多少 负θ 小的负θ 所以就相当于在z plane的 小r 小θ 我们转换到 大r大θ 是用这样转换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找个区域 我们转换看看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在z plane z plane上面有个区域是这样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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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做第一个 A B C D OK A B这条线是vertical one 是垂直的 OK 也就是说X 等于-1 Y 从哪边到哪边 从1分之1 到1的这个范围 就相当于这边 看来我们用这个表示 好像会方便一点 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XY 所以我们用左边的这个计算的方式 X等于-1 Y等于1分之1到1 先看A的这一点是1分之1 所以X 从-1 Y点1分之1开始 转换过去会变成什么呢 OK -1的平方就等于1 再让Y的平方 1分之1 变成四分之1 1加上四分之1 变成四分之5 上面是X X是-1 就变成-5分之4 对不对 Y呢 X平方一样 下面变成四分之5 1嘛 再加上四分之1 四分之5 上面是-Y -2分之1 -2分之1 除以四分之5 等于多少 负了五分之2 OK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或者是我们先这样来看 能不能得出个什么好用的equation 假设我把这个无穷延伸 就像那这条线 AB的线一直无穷延伸下去 也就是说 X等于-1 Y等于-N 那么我带进去的话 U呢 会等于X等于-1 X平方1 再加上Y平方 那Y就可以用U来表示啊 然后再带到V里面来 所以Y会等于什么 Y平方会等于什么 负1除以U 减掉1 所以这样带进去的结果呢 最后V会等于什么 负Y 负Y就是它嘛 这个的开根号 对不对 你计算完之后 最后会得到一个 这样子的式子 我写快一点 U减1的平方 二分之一的平方 再加上V的平方 等于二分之一的平方 你可以解得到这个equation 它代表的是一个圆 X平方加Y平方 等于R平方 对不对 现在只是U V而已 但是圆形点有点改变 U上面位移到二分之一 U上面位移到二分之一 半径呢 等于二分之一 对不对 等于一个圆 相当于这个圆 那A在什么地方 A是这个点 所以它会对应于 负了五分之四 到负了五分之二 负了五分之四 哇 它怎么变成为 左边去了 我有算错吗 是不是应该到左边去了 没有错 我算错了 这个是减1 不对不对 Line X等于 这个应该是负的 变成加的 所以呢 会变成另外一个 抱歉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圆在这 OK 然后呢 它等于负了五分之四 大概在这 负的五分之二 哇 这个好难 好难弄 我看看怎么弄 怎么弄 可以让它比较有感觉 各位想一下 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它比较有感觉 这个是 AB这条 无穷大的直线 变成这样 CD这条呢 它这个就变成为 负二 对不对 下面也会改变 负二 就变成为 在这个地方 中心点为 一的一条 在这边 这个是 CD的 无穷大的线条 AB无穷大的线条 OK 然后呢 AD CB呢 你也可以照样的做 ABCD也照样可以做 你可以得到另外的 怎么样 两个圆 OK 另外两个圆 比如说 等于 Y等于二分之一 正的二分之一 好 Y等于正的二分之一 我看看 他们得到一个圆 是类似这样 OK 这个是 AD 那CB呢 无穷大的 Y等于一的 那条线呢 在什么地方 Y等于二分之一 这边写的 有没有错啊 我们来算一下 Y Y要是等于 二分之一 X等于 X等于 Horizontal Y等于二分之一 X等于二 Y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U呢 会等于 X等于 N V是X X平方 再加上 四分之一 V呢 会等于 负的二分之一 X平方 再加上 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X 就可以求得出来了 所以这X 会变成什么东西 所以X平方 会变成 负的二分之一 除以V 再减掉四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这么会等于 四倍的V 干脆这个提下来 四倍的V 这边要乘上2 负2 减掉 V 你要是这个样子 才可以 这样不对 我希望能够保留 U 没有关系 然后这样子 我把它带进来 U会等于X X就会等于 根号 负2 减V 除以4V 除以X平方 负2 减V 除以4V 再加上 四分之一 整理一下 会变成什么 请大家整理一下 它一定会变成个 语言的公式